我是休息系事逼得童記許 目前在合一飯店桃園館實習 那以下是我的工作環境介紹 這邊大門進去之後會先看到一樓櫃台 那右邊這邊是沙發區可以供客人休息 那這個櫃台是主要我在的地方 需要迎接跟送別客人 幫有需要的客人寄存行李 需要先跟客人確認訂房大名 隨後再拿出一張行李條 寫上日期、訂房編號跟行李件數 再簽上自己的大名 那再把下臉給客人 再指引他到二樓去辦認出手續 在房間整理好的時候 協助客人把行李送到房間 需要按鈴三次 每次間隔十秒 確認房內無人才能使用萬用卡開門 並且要兩段式開門 再次確認房內無人才能進入 大家行李放置檯面上 協助預約計程車與李名車接送 在車子走後去公道別 協助客人訂購經行佈置 在客人確定要的品項之後 在他們入房前幫他們佈置完成 使用機器人送比較小的備品 例如牙刷、梳子、刮虎刀或是水 那如果是比較大的備品 例如浴巾、毛毯 就會先請房屋去送 那在晚上十點半之後 就換成我們去送 那我在實習期間遇到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 就是我那天接到一個任務是 去商務中心幫客人泡咖啡 那結果我到商務中心要幫客人泡咖啡的時候 我問他說 要奶精或是糖嗎 結果他就回我說 他沒有要喝咖啡 他是想要飲飲 那我對學弟妹們的建議是 如果你是對服務中心這個工作內容很有興趣 或者是想要在這一年當中 學習到很多事務的話 蠻建議你們來這邊實習的 因為我覺得在這邊可以學習到很多 不只是服務中心要做的事情 那對以後都蠻有幫助的 就是學到這些東西之後 你以後遇到相同或是類似的事情 你就比較不會緊張 就是好好利用這一年 好好學習